空服員跟著警察 在客艙間來回走動 還有另外兩名員警站在走道 全機乘客坐著肝等 下一秒一名女外籍乘客 被警方請下飛機 又一名外籍男子被警方帶走 乘客拍下過程 還被男子狠凍 沒想到下了機後 機瓶上男女還在機瓶上爭吵 女子不斷指著男子大罵 沒想到氣氛越來越火爆 女子拿了一碟鈔票往男子丟 鈔票在機瓶上亂飛掉滿地 男子無奈蹲在機瓶上撿鈔票 連警察都來幫忙撿 9月30號乘航空BR68班機 從英國倫敦要飛泰國曼谷 女子自行從經濟艙到豪金艙就坐 又拒絕回座或付費聲等 同行男子更違反規定 在艙門旁抽電子煙 經勸導還言語辱罵空腹員 甚至攻擊空腹員 經8名乘客協助壓制兩人 並用保安設備控制行動 機長決定折返轉將維也納 並請當地警方上機 將兩人帶走 超航空回應轉將後機組員超時問題 因此安排機組員和乘客到當地旅館休息 因部分旅客不服 維也納入境規定 則安排在機場內休息 後續安排航班飛回曼谷 再飛回臺北 全機339名乘客和一名嬰兒 行程被迫延誤 靜新聞靈信 陳甸甸甸甸甸